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笑场恐怕难以完全避免 但又确实是个困扰 如何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 是演员们需要琢磨的一门课程 近日在电视剧小夜曲探班的过程当中 我们独家专访了主演陈学东和黄婷婷 看看他们是怎么来应对笑场的 哈喽 文娱新天地和新娱乐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学东 我是SNH48的黄婷婷 这回在电视剧小夜曲中 陈学东饰演的世海归音乐才子 小提琴演奏家冯安宁 虽然陈学东是学音乐剧出身 但对小提琴可是一窍不通 因此前期的准备功课当然少不了啦 装样子其实很像 样子是每拉一次都像一次 剧本吧 有点丧心病狂 就是它里面的曲子是 你就算拉小提琴的它也拉不好 就是那种 曲子难度太高了 太高了像我们这种 只能 怎么拉你说 而另一边 黄婷婷饰演的则是民乐队队长 古真高手蔚蓝 同样是零基础 同样也只能装装样子 他那简单 他那个 小提琴简单 如果想表现自己很厉害 我就弹超可 反正就听起来也还好 比起小提琴 古装不管是姿态还是演奏 都显得更加容易入门 但陈学东眼看着黄婷婷一直在夸自己好 她也忍不住抱起料来了 他弹鼓中的时候是这样 那一天在酒吧弹 我说你也太狂野了吧 这 着力点 脚要有个着力点 这采访期间笑声不断 不难看出两人在拍摄期间有多欢乐了 于是出现笑场的情况也是挺常见的 我能忍住 所以我觉得很好笑的 是 这个的 你能这么扳 就这种是吗 有的时候 比如我们战机位的时候 就是他的背面 我的正面 当然让他往左挪一点 他只有上半身在挪 我就觉得很好笑 就忍住 我拼命忍住自己 龙安宁 我跟你说 他也没有 拼命 和演艺过的高冷形象不同 私下的陈学东是个爱搞怪的大男孩 因此黄婷婷在拍摄时 总是需要忍住不笑 由于拍得多了 陈学东也早已总结出了 机制应对笑场的方式 请听 笑场了以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 说就赶紧多笑一下 就是反复反复 这叫脱敏的一个过程 你什么事 他再好笑了 你多笑几遍也不好笑了 然后就快速地 多笑几遍就会 就会好了 文娱新的地 上海独家财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